今年開辦的宜蘭市兒童足球夏令營 共有40位8到12歲的兒童報名 主辦單位希望透過5天的專業訓練和互動 讓兒童對足球產生興趣 進而培養他們的品德和運動精神 讓我學到足球的技巧 還有可以團隊合作 也可以找到很多許多朋友 可以出去外國比賽 讓自己的技巧變得更好 謝謝市長讓我們有來這個營隊的機會 在這邊踢球很快樂也很開心 市長江中淵表示 推動基層足球運動風氣 並且帶動家長一起參加孩子的學習過程 是工部門的期盼 希望透過足球夏令營 讓孩子學會尊重別人和體育精神 並且體會比賽不僅只有輸贏 也有許多教育意義和人生的道理 主要也是讓我們的小朋友們 可以跟家長一同來參與這次的足球運動 在疫情影響之下 要在戶外運動 有一些不方便 尤其也悶了一段時間 可以在戶外空曠的場地 有比在我們漂亮風景景致的 和平公園來舉辦更有意義 我們有這麼好的一個場域 希望我們的足球運動 可以透過大家共同的參與 讓我們這個暑假更有好的一個回憶 這暑假會有很多的活動 今天是足球 再來有滑板 有籃球 有扯鈴還有各個單向活動 在市長的同意之下 我們代表會全力支持 我們體育一定會把事情都辦好 讓小孩子有一個很好美好的回憶 絕對可以為我們的孩子們 帶來一個充滿生命力的暑假 尤其是在這麼空曠場地 踢起足球 那絕對是一件讓自己流汗奔馳的好運動 這次的贏隊委託宜蘭市足球委員會來辦理 除了訓練足球基本技巧外 還著重在團隊默契 以及運動家精神的培養 希望藉此提升孩童自我認同 以及榮譽感 一、二、一、足球 宜蘭球戰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 OK